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问社会不公 打政治不义 我是黄志贤 欢迎收看夜问打拳 每天晚上熬夜看夜问太痛苦了 这么多年来我们已经听得快疯了 真的很对不起 所以从12月10号开始 每天晚上不用等到晚上10点 8点就可以看夜问 8点到10点 12月10号开始 8点开始打拳 好 九合一大选 民进党大败 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台湾人教训民进党 诶 那2014年2016年 台湾人不是才刚教训过国民党吗 教训来教训去 我们台湾的前途到底在哪里 一年一年左一年右一年 王小二会不会过年 一年不如一年 到底我们台湾人有没有把心想清楚 我们到底要什么 台湾人到底要什么 九二共识是台湾跟大陆的通关密语吗 这个通关密语到底什么意思 竟然有个民调 台湾人其实不知道九二共识是什么外交呢 九二共识 台湾跟大陆就可以和好 那九二共识到底是什么 这么多年来台湾人没有人搞懂过 没有人在乎 因为不要 因为民进党告诉你 大陆很可怕 那中国要併吞台湾 所以中国是外国 那国民党有告诉我们 到底九二共识是什么吗 国民党有告诉我们 我们台湾人究竟是不是中国人吗 马英九执政八年 有没有像我皇之前一样 动动告诉你说 台湾人就是中国人 我们就是中国人 中华民国就是中国 你这个东西搞不清楚 你怎么往前走呢 如果我不知道我爸爸妈妈是谁 我不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 我们怎么在这里生活下去 台湾的机会 台湾的前途 会不会在我们一年又一年的选举里面 被我们玩掉 今天跟我们一起打拳的 董哥 董志森 大家晚安 中国时报社长王峰 各位朋友大家好 辞城媒体人郑诗诚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国家与国际事务专家赖月谦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前立法委员朱高正 大家好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 黄子哲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新党文学会副主委 林明正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现在台湾最重要的几个字 当然一个是韩国瑜 另外一个是韩国瑜的漂亮女儿 另外一个是韩国瑜 最重要的是拼经济 OK 从北到南 从东到西 人人想要拼经济 大家不管是国民党 民进党 蓝绿 都立刻从选票 这样写淋淋的数字上面 看到老百姓想要赚钱 想要过好日子 自古以来 你能够让老百姓吃饱饭 过上好日子 你这个政权才可能稳 可是要怎么拼经济 米党的问题 当然是他没有专家 他不重视专业 他只为了颜色才给位子 但更重要的是 他两岸关系败不正 他台湾这个 台湾到底什么东西 他就是乱搞 那当然就没有办法拼经济 好 现在要拼经济 要怎么个拼法 今天我们好好的讲清楚 先听听看 韩国瑜在联合记者会讲经济 我现在今天是一手集团 也要扩大投资几百亿 那他们是看好高雄 商业很简单 他有商业机会的 他愿意扩大投资 我们很高兴 很多啦 真的很多 像今天吴志洋先生 马来西亚演讲 立法委 我把他名字都讲出来 马来西亚一大堆 华裔的商人 过去不认识高雄 这一次因为高雄知名都出去了 所以今天请吴志洋去演讲 他们希望组团来高雄考察 有没有投资的机会 商机很夯 那光是光头 滷肉饭 三山 然后高雄 这些东西 因为已经变成明星等级了 就会变成很夯 然后大家就会感兴趣 感兴趣本身 抓住你的眼球 抓住你的心 当然就有商机 看这个地图 台湾 2014年的地图是这样 绿色是民进党 蓝的 孤零零的 彼此还不相连接 对 然后 2018变这样子 台北市是无党的 其他蓝绿瓜分 但是绿的 反而不相连接 只有这两个勉强抱在一起 其他都孤零零的 可是 头还是民进党的蔡英文 所以 2018年的台湾 变成一个很吊诡的 就是 绿色的头 蓝色的身体 有网友告诉我 我这样讲的时候 网友说 那不是苍蝇吗 绿头蓝身 要怎么运作 为什么我特别讲出这个 因为 绿色的头 他不要九二共识 他要走台独 蓝色的身体 他说要九二共识 可是他加了一句 一中各表 这是国民党的立场 对不对 此辙 你们是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好 这个是你们要的 好 九二共识是通关密语 这是台湾的现况 那 这一次的 选举 选民 告诉了民进党 什么事情呢 看看这个 都是国民党拿走了 拿走了15席 然后再看到 公投案 七个案子都通过了 全部都跟民进党相反 所以 公投案也是打脸你民党 民进党 你民党的价值 方向理念 我全部都摔耳光 我不同意 我不喜欢 我反空物 反深奥 反核实 然后 关于同婚也跟民党的立场不一样 以和养绿 然后你民党要的台独都要证明 我通通都不要 所以台湾人告诉民进党 你不但是荡 而且是死荡 全部都死荡的结果 现在台湾上下都要拼经济 可是指责 你们的县制长 你们要九二共事 一中各表 拼经济 大陆反应如何 目前看起来大陆反应应该是还算是善意啦 因为听起来最近好像有一些大陆的旅游团体要过来等等 事实上我私底下了解 这两天有跟台湾蛮大家的旅行业者的老板 聊过这个事情 事实上他们都已经组团到大陆 在谈明年旅游的配额了 而且听起来 听起来对岸北京方面是蛮善意的 也提出了一个数字 那我要讲 当然这一次很大的一个诉求 尤其在国民党或韩国瑜 所谓的拼经济发大财 看起来这个选民是选择了要经济 而不是要政治 而把事实上也对大家都说了 大家开玩笑说 现在台湾最大党叫讨厌民进党 就是说大家的确是把过去两年多 两年多将近三年民进党执政 是以政治为主导 以意识形态为主轴的这一种施政的方式 彻底的瓦解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民的抉择 那当然既然选民这样抉择 未来国民党当然有责任 也有义务 从九二共识为出发 一中各表 那是不是让两岸之间 可以更多的和平 甚至更多的发展 甚至让台湾的经济 因此而带动上来 我想是接下来国民党必须要面对 已经还要去落实了 好 民进党为什么大败呢 很多我问了非常非常多 他不是传统国民党的支持者 可是这一次都没有投民进党 他觉得一例一休 伤害太大了 这个对劳工 对年轻人 对小企业 那个伤害是无法返回 而且让人看到民进党说 原来你对劳工不是真心的 原来你对年轻人不是真心的 砍军公教退休薪 这个不但是违宪 而且伤害这些人的尊严 而且伤害国家的立国的基础 然后很现实面的讲 当一个老人 六十七十八十九十的老人 他一个月被你砍掉一万两万 他就不敢花钱 他不是说不敢花一点点钱 他什么都不敢花 他很害怕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 又要来砍我的钱 我已经不能赚钱了 我垂垂老矣 我都在用钱 所以他们以前会去旅游 会去吃饭 会给儿孙钱 现在全部消费减少 这很严重的原因 所以不只是高雄又老又熟 是整个台湾 那当然陆克减少也是 然后农田水利会改官派 这些事情 对农业县 对农民影响很大 因为他们觉得你国家 你一进户 要剥夺掉我们东西 那还有就是东厂 你台大搞到现在没校长 你追杀国民党 你行政不中立 让人家瞧不起 你这个民进党 你让我们没有制度 好 台湾人到底要什么 民政 我觉得这一次的选举最基本的一个原因 就是大家想要吃饱 就这么简单 我碰到太多人就说不投民进党 为什么 因为经济搞得太烂了 那可是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我们听到很多人讲说 不要再搞意识形态啦 不要再搞统獨了 我其实听到这句话 我很反弹 但是在这个氛围之下我不能讲 选完我可以讲 你不能讲不是你胆怯 是你不希望伤害别人的选举 对 是的 我了解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全台湾从来只有谈毒 哪有人在谈统 那是极少数 我那时候整个大环境大氛围上 通通在谈毒 哪有人在谈统 所以根本没有统毒 只有大家不要台独的问题而已 可是之前你回到 那张蓝绿板块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大多数人都沉浸在说 哇 国民党好像大胜了很开心 可是其实你看整个下面席次的部分 民进党并没有大伤 更重要的是时代力量大幅成长 好 民进党从291变成238 他其实有少掉大概53席 但是时代力量多了16席 还有很多五党籍的 或其他党的候选 你仔细去看 通通都是赌 像我们松山信义区 有一个叫邱威杰的网红 呱吉选上 他虽然是五党籍 可是他很明显就是台独的绿的立场 那代表什么 代表台独年轻化 并且向下扎根 可是我觉得好像大家都觉得反正没关系 国民党选赢就好了 那我目前看到的情况是 民进党正在快速的清理战场 清理到吴依宁清理到这个 准备2020要继续再继续跟国民党打 可是国民党似乎好像还没有沉浸在 这个意思里面 大家现在都好像很开心 有点飘飘然的感觉 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危机 好 就是时代力量全台湾有16席 而时代力量这一次呢 他利用跟柯文哲的关系 所以他也成功的让柯文哲帮他助选 而柯文哲他号称是五色的白色的 可是呢他又拿了绿的选票 又拿了蓝的选票 又两岸一家亲 又去帮最毒的时代力量助选 然后又能够取得大陆的默许 这个台湾的前途 你这样子的变幻莫测 然后来看看 现在这一次的选举的时候 都说赢是因为说要拼金金 因为老百姓要过好日子 然后呢要安全 因为我们不要空污 我们不要吃日本核食 然后我们要有安全的火车 不要普悠嘛 然后统独白两边 这五个字我一直不解 就是什么叫做统独白两边 然后那中间是什么 中间是什么 我们的国家叫做中华民国 请问你告诉我 中华民国是统还是独 中华民国建国至今107年 是统还是独 我做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 做一个台湾人 我希望当选的人 执政的人 坐在总统府那个位置的人 给我遵守宪法 两岸要统一 请问我错在哪里 董哥 为什么要统独白两边 其实因为很多人 把他解释说 这是因为地方嫌疾嘛 但地方嫌疾 大家也要考虑 这其实就是民进党的其中考 蔡英文这一次 为什么这么在意 其实就这样 而且每个城市的经济 也跟两岸关系有关啊 是 都有关 而且每个城市也有 很多城市也偷偷搞台独啊 是 对啊 像新竹市长啊 高中市 就像刚刚林明镇所讲 很多人喜欢说 藍丽二斗 统独什么 征分啊 讲那些其实都没有用 台湾其实真正有这样的意思 那这意思很多人觉得说 对他不利 他在选举里面不要讲出来 可是 最影响台湾的其实就是统独 它关键在这里 这个我们所讲的九二公式 讲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所有这些用语 它其实最后面深层的意义 就是统独嘛 台湾搞了三十年 混不出一个名堂 不就是因为 现在台独的意识 你闹里面吗 这三十年来是 统派节节败退 是独派声浪越来越高 台湾还有统派吗 除了在这个摄影棚里面的 是 而且你从教科书 从法律 各种里面 他们真是节节败退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现在老百姓有一些字节 就是说 他已经可以看到了 将来两岸是走向同的 不只说 我们常在强调的憲法 而是实际上 他是走向这样 这是历史的必然 那过去 为什么大家讲话 讲那么大声 是因为过去 台湾的环境比大陆好 所以他只要用说 你要把你所有 去跟他搅一搅 然后再分 分出来你就穷了 因为他有十四亿人口 以前都用这个来讲嘛 那现在不是啊 现在又 他已经比你有钱了 现在道路人 不要跟台湾人分财产了 是啊 现在 道路吃亏 是啊 过去高雄 全球后櫃吞吐量 全球第三 现在变十五了 下门还排名十四 对 下门在大陆 还不是最主要的城市 对 所以所有东西 一样一样的摊开的话 大家发现说 过去的 你所强调的 那些骗人的东西 诱因不在了 所以这一次的选举 很简单 你刚刚讲的 要够好生活 不要空屋 不要核实 这是好生活 要有好的经济 所以这些东西 融种 加起来的话 它其实是联合在一块的 它结合在一块的话 你就要考虑说 那大的方向 统獨要不要谈 要 小的方向 经济 经济跟统獨绑在一块 我们刚刚讲的 这么多大陆 观光客什么 这些都是在里面的一部分 所以 这一次选举以后 大家必须很深切的 将来我们就是要谈这一部分 未来尤其是大选 不能不谈 因为 我知道 因为很多台湾人 其实2300万台湾人 其实也不太知道 什么叫统 也不知道 什么叫毒 也不知道什么叫九二共识 然后也不知道 台湾跟大陆 有什么相处 我们要大陆的观光客 当大陆13亿人 14亿 同胞 是把台湾人 2300万人 当成同胞 把台湾当成自己的国土 自己的领土 分裂的国家 分制的国家 是这样子的心情 一种情怀 到台湾来 然后你把它当成 邻国 你把它当成外国人 那 他还要来吗 那 这种情感 这是政治还是感情 历史是情感 还是政治 其实我们来看看韩国瑜说 要建立两岸工作小组 让高雄向海外 辐射发展 其他讲话 其实都很小心 他没有用很政治性的语言 然后25号 李明珍他说 赞成九二共识的主张 并会责成县府 快速成立两岸工作小组 26号 鲁秀燕说 九二共识是目前可以让经济好好发展的 两岸共识 第二天 他说不必一直把九二共识挂嘴上 也 不会成立 两岸小组 所以 施生 这么说吧 我最近在大陆头条 我有进去大陆头条 然后我有个粉丝 他说 那个 他跟我说 他常在中视 在那边看我的节目 他说呢 你是中华好儿女 我是公司的董事长 我员工有三千人 你是要地理力表是不是 我想去当董事长 不是啊 我说他们 只要你认同你是中国人 其实他们的经济实力是很强的 这个是粉丝 因为可能之前粉丝比我更多 我觉得大陆这种老板很多很多 然后我去 我去那个大陆的网站 他问你说 他常问我第一个是 韩国瑜承不承认九二共识 我说他当然承认 所以你知道吗 自从要当选之后 上海的旅行社 十二月的旅行团 已经排满了 要排到一月了 我认为包括香港也是一样 你只要认同你是中国人 到高雄去 觉得特别的亲切 我这样讲好了 两岸是同属一个中国 那么两岸什么都可以谈 台湾的经济 可以靠着大陆的路客 跟很多的商品的往来 可以得到很好的出口 但是最重要的关键是 不是把统独摆两边 你要认同这个自己是中国人 我最后强调 蔡英文在当陆委会主委的时候 人家问她说 统一是不是选项 统一是不是选项 她说统一是唯一选项 她还不是说统一是唯一选项 这是现在蔡英文啊 那个报导要注意一下 那个报导只有一份 没有别的 那个主委员 大陆同胞常会觉得说 我们把你当同胞 结果你们台湾人 只把我们当钱包 是这样子吗 所以说我现在就讲 两岸关系你要实事求是 我们到底什么关系 我们是同胞关系 还是隔壁邻居关系 我们在谈政治不能脱离现实 其实两岸关系是什么关系 如果按照银格国际法的意义上来讲 两岸关系现在就是交战团体关系 我不是交战团体关系 交战团体关系 大家想想什么 国共内战 那内战的关系 国民党这个合法政府 策略到台湾来 对 那大陆 它本来是一个叛乱的政权 对 人家有效统治大陆 已经70年了 这就是现状 也就是两岸关系 现在还在交战状态当中 大家不要忘记 因为没有签和平协议 对不对 我现在告诉你 不是没有签和平协议而已 也就是两岸并没有生活在同一个宪法的架构之下 对 没有任何法律可以规范两岸之间的关系 两岸之间还没有签订和平协议 那我在这要问大家 你要搞独立不是不可以 就要打仗 你要统一 人家大陆已经讲了 放弃武力 希望能够用和平谈判的方式 来完成祖国的统一 习近平也说 只要是中国人 什么都可以谈 对嘛 包括国旗 国号都可以谈 所以说现在的问题在哪里 现在问题是 问题出在那个可恶的李登辉 这个大摩托的身上 李登辉就 你昨天一讲李登辉 李登辉今天 我就说 他都... 早就帮他准备好了 别啦 总连就是... 又连就是愧对国人 横批就两个字无耻 我告诉你 台湾今天怎么搞成这样 也就是说 他借着要回归宪法的时候 把动员抗论 十起临死条款废除的时候 照理来讲 那你就应该回归宪法啊 对啊 不是啊 他现在变成就是说 利用这个机会 就来一个中华民国 刮好台湾 也就是台独后来就 跟中华民国借壳上市 那我在这告诉大家 这不符合历史现实 你要... 台湾要独立 我在这跟大家讲 你如果大陆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你去搞台湾独立 我不反对 大陆老百姓 福茂那时候南韩看到 有这个 台湾有这个条件 他们多么羡慕台湾 但是你看看 台湾把自己这个门关掉了 现在台湾会这么糟 就福茂跟后面的货帽 都已经冻结掉了 所以说你台湾现在 自由贸易协定 在国际上是越来越孤立 现在只能跟着美国的屁股走 再来听韩国瑜讲经济 南台湾的 只要产品卖得出去 人进得来 我们当然愿意 你说今天如果在台南中 凤梨卖不出去 嘉义卖得出去 那对台南多难过 高雄卖得出去 屏东卖不出去 我们没有分这个 如果大家愿意认同 我所提出来的 九二共识的 所有的产品找通路 而且你看 刚刚看到俄罗斯来了 俄罗斯不是杜佳克 希望来高雄 我们眼中没有分 而且在选举过程 他们一直说 我只有唯一的市场 这是错的 所有的市场 我们都要争取 所以这些中南部的 这些渔民朋友 农民朋友 他们将来想要跟高雄 一起把都卖出去 我们一定愿意帮忙 因为大家都是同胞 我觉得他胸襟很大 那天吴玉生也在节目讲说 台南的农民渔民 他们愿意帮忙 官网客也愿意拉到台南去 今天韩国瑜 特别讲到台南 所以九二共识 这个通关密语 确实可以让台湾 獲人钱 我不客气地讲 像刚才卢秀燕 讲的那种话 就是头鸟政策 你是说不必一直把九二共识 他不愿意直接面对这个 其实我坦白讲 没有 他没有说不重视 他说九二共识 是目前可以让经济 好好发展的两岸共识 但是不用一直挂嘴上 你要记住 现在是看大陆赤台机构 他到底下什么样的决心 也就是说你要模糊一点 被马英九已经忽悠八年过去了 大陆的前提就是 你要承认一个中国 我们是自家人 我才愿意来帮你忙 我在这要讲 像刚才韩国瑜讲那个 太乐观了 什么马来西亚 什么俄罗斯 大家搞清楚 国际的投资集团 怎么评价台湾的 也就是我在台湾投资 我的获利率多高 我到大陆去 投资的获利率多高 我到东盟去 投资获利率多高 我就告诉你 台湾今年 你台湾如果没有 跟大陆大幅改善关系 人家借着你台湾做一个跳板 进大陆的话 台湾有什么优点 所以说这是个最现实的问题 所以说现在我发现 国民党的这些新当写的县市长 其实不就是国民党那一家吗 他不清楚 中李登辉的毒很重你知道吗 中马英九的毒很重 他们就想说表面上讲 我就承认九二共识 但是是经济的 不是政治的 有这样的吗 我在这要讲 我跟你讲 如果大陆看不到说 我对你释出善意 不能在政治上换道说 你承认我们都是中国人的话 那我告诉你 大家要太怀疑 那是短暂的 我这样讲 不要把大陆当傻瓜 你只要解决你的问题 人家也要解决他的问题 大家要有良性互动 不能只要求对方付出 我们自己不付出 我在这要问你 就以胡茂来讲 当年胡茂搞这个什么 这个学艺的这些人 懂个什么东西 胡茂那时候南韩看到 有这个 台湾有这个条件 他们多么羡慕台湾 但是你看看 台湾把自己这个门关掉了 现在台湾会这么糟 就胡茂跟后面的货帽 都已经冻结掉了 所以说你台湾现在自由贸易协定 在国际上是越来越孤立 现在只能跟着美国的屁股走 根本人家也不见得要让我们跟 所以王峰社长 其实福茂货帽 就是台独老台独 他们当时对大陆的最大的反扑 他们那时候很忧心 他们觉得福茂一千了 台湾整个跟大陆整合起来 台湾人会过上好日子 那你日子过得好 怎么会有台独呢 就完啊 所以非给他破掉不可 其实台湾的问题就是尚未思考 就是论述问题嘛 那孔子有一句名言就是 君子之得风 小人之得草 所以政治家 他必须要有一种道德勇气 去改变庶民的思想 因为你是君子 你是君子 你就有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必需要有的条件 你要去改变庶民的观念 所以 我要跟你讲 你看现在台湾的政治 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有哪一个是像君子吗 对 在李登威 培养出来的 没有一个是像样的东西啊 好 所以我认为呢 政治家要解决根本的问题 那政客呢 就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那我是觉得哈 现在只谈经济 不谈政治 短时间可以 但是呢 如果时间拖到2020以后啊 我认为 这样子的状况 是没有办法应付 错终复杂的 国际跟两岸问题的 那另外呢 我认为啊 长期以来 就是22年7个月 李登辉加上陈衰扁跟蔡英文的 统治的过程当中 造成岛内啊 论述的混乱 尤其是统派的这个论述啊 发生根本的一些质变啊 所以才会有刚刚所说的 各个县市长 对于所谓的九二共识的认知 或者是两岸的认知 好像各吹各的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那现在根本解决之道 我觉得呢 现阶段至少要做到什么呢 九二共识啊 就是说 九二共识 你一定要承认 第二个就是说 认同中国人啊 一个中国 其实一个中国 在我的 在我的认知范围里面 就是当一个台湾地区的公民 你必须要有个基本的认识 就是我是中国人啊 就是一中原则 在我们老百姓来说 就是我是中国人啊 在整个国族认同上面来说 就是一个中国啊 那九二共识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就是未来的谈判的基础 它是个未来的谈判的基础 然后认同是中国人的话 就是说 我们现在要有强化 国族认同的这样的一个认知 如果九二共识 认同中国人这样的概念 不存在的话 我认为2020是非常危险的 不光是岛内的危险 两岸关系的危险 国际架构的危险啊 所以现在如果说任何人 他想要2020的大位的话 他必须首先九二共识 同时认同中国人 就是一中原则 好 11月27日赖清德被访问的时候 他说 他们 这个他们就是各个县市长 来营县市长 他们要以九二共识和中国 你看称呼大陆称呼中国 这显然就是台独立场 其实坦白讲 全世界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像我们国家这样 你国 国民的国家认同 国族认同是这样 这样的混乱 这样分裂 这样没有前途茫茫的 他说 跟中国进行各种交流 这是市长全责 行政院只能尊重哦 好 但是 蔡英文又说 九二共识 是他的 陈菊 支持蔡英文呢 郑文灿 他说 六都首长已经产生 北京 必须面对台湾多元民意 不是高雄市长换人 观光客就到高雄 这种做法不对 应该两岸整体要朝更善意 更交流的方向走 对岸所设置的政治前提 应该寻找比较好的自我解套 他要大陆解套 他说 你自己改自己套住了 你应该寻找比较好的自我解套 台湾式民主社会对于这些政治前途 前提并不接受 交流就是交流 不应该有蓝绿差别 也不应该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他认为九二共识是政治条件 而黄伟哲说 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说 他不会搞意识形态对抗 他不排斥去大陆访问 但目前没有出访的计划 所以老师 我延续这个朱委员提的概念 我觉得两岸如果是交战团体 就是国共内战的时候 我们是一国在争统治权 那也就是说国共是在争统治权 那还是一国 那也就是我们都是中国人 这是国共内战 那现在国共内战 由于经过几次的政权的移转 它变成这个民共的问题 那民进党主张的是台独 那民进党主张台独的话 那这个已经不再是一个 一国的认同的问题了 他直接称对岸叫中国 表示我们不是中国 那就是他要脱离 要独立 这样的情形下的话 那就势必是就一战 也就是不能回避战争了 如果说我们承认一国 我们彼此之间有内战 那么也可以有停战 那么可以谈判 然后来做这个 权力上的合理的安排 但是如果你要脱离的话 你不承认你是中国人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就势必一战 势必一战 那就用战争的方法来解决 台湾人真的要这样的一个方式吗 其实没有 民进党真的敢这样吗 也没有 不然的话今天民进党完全执政了 那他为什么不敢宣布独立 因为他知道他根本做不到 他也不敢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就觉得说 目前国民党所提的 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这是逻辑上的矛盾 有了一中各表 就不再有九二共识 对 这是一个完全像背离的东西 因为当时会创造出九二共识 是因为台湾这边我们主张 我们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大陆是说我们是一个中国原则 那彼此之间有相同的地方 也有争议的地方 两岸大家都知道 你就是九二共识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那今天如果你不承认这个 那就没得谈 这是本来的 所以郑文燦讲的 这个只是替蔡英文 在那边投资谋魂 他们知道是他们自己的改变 并不是对岸的改变 我为什么会说 国民党的这个讲法是错误的 就是说既讲九二共识 又讲一中各表是错误的 我刚刚已经强调了 原本我们这边主张 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那大陆主张是一个中国原则 所以我们有相同的地方 都是我们承认 我们都接受 我们也承认我们是中国人 这一点疑虑都没有 在当时谈的时候就是如此 身份认同也是如此 都没有问题 但是台湾这边要争的 就是说谁有代表权 那还是国共内战的延续嘛 就是说到底是谁代表这个中国嘛 那还是在这个 只是说我们不用武斗的方法 来争这个谁代表中国 我们采用谈判的方法 然后慢慢的彼此之间 在斡选的方法 来争这个代表权 那大陆那边是不同意说 我他就是代表中国 所以有矛盾有相同也有差异 后来就寻找到一个办法 说这样好不好 我们就求同存异嘛 把争议的地方搁置下来 这个时候才会有书企 创造出一种说法 就是九二共识 但是我们都知道 这个九二共识的精神 就来自于 当我们讲九二共识的时候 大陆听得很清楚 他知道你指的是一中个表 但他并没有同意 他主当还是一中原则 当大陆讲九二共识的时候 我们这边也很清楚 大陆指的是一中原则 他并没有同意 我们的一中个表 所以彼此之间都很清楚 但是大家都同意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觉得这个一点疑虑都没有 好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 你国民党 你又要讲九二共识 后面再加一个一中个表 你就逼着大陆必须要讲 九二共识反对态度 对 因为这是你的一中个表 里面你是不是有 这个两个中国的意涵存在 或是有华独的意涵存在 或是有独台的意涵存在 或者是他会逼大陆讲说 九二共识一个中国 九二共识一个中国 那就没有意义 那就不要再讲九二共识了 那你就直接讲一中个表了 那大陆对不起 我就跟你谈一中原则了 那彼此之间又吵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在目前 在台湾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要先解决的 尤其是国民党 现在目前是十五个 县市的首长 我觉得你要有一个历史性的承担 就是你要在台湾 你要很有勇气的 先推我们的身份认同问题 身份认同问题 就是我们要接受 承认我们都是中华民族 我们是在中华文化运议下来的中华民族 所以我们一定要走向一个政治身份上的认同 就是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觉得这个我们都是中国人 有政治的意涵在里面 我们是中华民族 是有民族文化的意涵在里面 是我们共同的历史经验所形成的一个民族 那这样的一个发展里面 我觉得这是国民党有责任要这样做 也有义务要这样做 而且要有勇气 直接跟民进党主张台独的来对抗 不要怕 不要说你对抗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动作大以后 你又退缩 今天我们 我觉得韩国瑜 他告诉我们的地方就在于 当他说高雄又老又丑的时候 你看民进党也开始说 你唱衰高雄 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当他没有怕的时候 继续往前冲的时候 你看到最后是民进党 往后退 唤醒了高雄市民 同样的道理 你也可以去推 我们是承认 我们就是中国人的时候 那有对抗的时候 也唤醒我们台湾的中国人说 我们就是中国人 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觉得这一点上 一定要做到的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 刚刚您提到拼经济 拼经济要真本事 拼经济哪那么简单 我们个人要赚一点钱 都已经很难了 更何况你一个治理者 要让广大的民众赚到钱 不容易 但是由于台湾在讲 金国先生时代 相当长的时间 经济一直起飞 所以造成我们台湾 很多人的一种错觉 尤其是治理者一种错觉 以为他做了几个动作 就可以赚大钱了 就可以让台湾的经济好转 哪那么简单了 当时金国先生 是一群非常卓越的 这些阁源 而且但思节律啊 真的是为台湾拼命 有能力 有忠心 有勤劳 有爱民 有勤政 但是我觉得 再来就是他们不贪图 他们完全不贪图 这样的一个大公无事的团队 才把台湾带来经济奇迹 拼经济啊 要真本事 没那么简单 而且当时的那些官僚呢 是整个大陆 带过来的精英中的精英 然后非常勤俭的 然后不记一切牺牲自我 去全世界找最好的人才 回来台湾 张忠谋就是被找回来的 然后无私的奉献 然后有长期的规划 那不好意思 当时台湾是相对比较威权的 就是因为有那样 他可以看到 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 我要变成什么样的 对不起啊 现在当选人 他只想说 我两年后要怎样 我四年后 我要拼连任了 所以我每天都要看民调 哎呀我这礼拜 民调掉下去了 为什么事情 为什么事情 难道不是这样子吗 然后我要去养网军啊 我要去干嘛 我要去收买媒体啊 听得懂的人 就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OK 九二共识 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当时的文件里面 我摘录出来 这张板子也出现很多次了 九二共识要承认 有这么难吗 当时呢 大陆 就我们两边 我们跟大陆 同意说 我们用口头啦 我们用口头声明 我们各自表达 你说你的 我说我的 我假装没听到你说 那你也假装没听到我说 就这样我们各自交代就好了 那大陆怎么说呢 大陆说海峡两岸 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努力谋求国家统一 他二十几年来没有变过 从1992年到现在 他讲的都是一贯的 我们这边变很多啦 当年我们自己是说 我们呢 用国统纲领 是国统会跟行政院都通过 有法律效力的哦 然后里面都说要共同重建一个统一的中国 那里面写原则哦 九二共事的原则是 大陆跟台湾都是中国的领土 咦 这个不都是一样吗 海峡两岸都 然后促成中国的统一 应是中国人共同的责任 这是我们台湾自己写的 那个时候的总统叫做李登辉 李先生醒一醒啊 然后你在干什么 现在我们在台湾有多少人这样讲呢 我们夜晚打拳这样讲 三不五时提醒大家 我们是中国人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叫中国台湾没有错啊 中华民国台湾 不是中国台湾吗 董哥 你说醒醒那个人 现在正在加护病亡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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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希望他赶快好起来 九十五岁了 对 祝福他 但是请他别忘了 他过去所做的这些东西 是符合全体中国人 大家的共同利益 他那时候的狗统纲领 民进党也有人参议 康宁祥就进去了 康宁祥还在啊 是啊 还在当民进党的官吗 是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怎么大家都要假装都要说谎 我最痛恨的就是 政治界的很多人都 他可以这样子 他可以跟你说谎跟你诈骗 然后自己荣华富贵 牺牲老百姓的权益 投票前两天 跟柯文哲讲一句名言 他最讨厌 台湾的政治人物 讲话都不酸话 柯文哲自己就是 你知道吗 但是他最崇拜的李登辉 他常去拜访李登辉 带着老包 一个作家去拜访他 他要去见陈水扁 这次陈水扁不见他 他崇拜的这些人 都是讲话不酸话的 但是你今天看到了 两岸其实他这个 中国大陆这一点是没有变的 你刚刚讲的 是我们一直在变 尤其民进党执政以后 一定要推翻前面 蔡英文这一次 他认为他会当选 那时候他对天下杂志的访问 他讲一句话 他说只要我当选 中国大陆就会改变 中国大陆很怕押错吧 他们这次不会押错 押我就对了 结果人民投他 中国大陆有没有改变 还是没有改变 那他现在变成左之右错 他一直去改很多名词 他就是不要用九二共识 这四个字 大家讲通关秘语 他不是秘语 每个人都知道的 不叫秘语 芝麻开门 只有阿里巴巴知道 别人不知道 你说葡萄开门开不了 葡萄开门开不了 一定要芝麻开门 那全国每个人 两岸大家都知道 你就是九二共识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那今天 如果你不承认这个 那就没得谈 这是本来的 所以 郑文燦讲的 这个只是替蔡英文 在那边涂脂抹粉 他们知道 是他们自己的改变 并不是对岸的改变 所以我们今天 在讲国民党在各县市 获得这样 我觉得这些县市 应该大家联合起来 我们过去 那时候国民党最弱的时候 有八个县市 都是比较 实力比较不强的县市 记不记得 那时候中央被民党职制 他们联合起来 其实也获得很好的违影 各位不相信 看看最弱势的台东 就可以卖出500吨的金钻鳳梨 为什么 因为他承认 承认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赖清德他直接 其实民进党政府 从上到下 直接称呼对岸叫做中国 这个就是他们的政策 称呼对岸叫中国 意思是 我们就不是中国人 而且他不准 我们做中国人 因为你如果在台湾 你说你是中国人 你是要卖台吗 可是这个是什么意思 九二共事不就是 你承认你是中国人 而且两岸必须追求 中国统一 蔡英文如果你不想讲 九二共事要怎么解套 你就讲两岸同属于中 其实就解套了 而我认为 国民党必须要往前进 不能再讲说 九二共事就是一中各表 因为九二共事的重点 不在于一中各表 各表是 回去你自己表述你自己 林郑 其实这一次 台湾选举的结果 很多外媒都把它解释成说 这是美国跟大陆在选举 结果是中国胜了 那很怪异的是陆委会 副主委邱锤正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跑到美国去 是跟美国报告吗 他说九合一选举 结果没有亲中问题 好 怎么看 我觉得因为今天的民进党政府 他一切都是配合美国人的政策 其实他前面这种很激烈的反中 什么些行为 当然背后就是美国人给他撑腰 他才敢这样做嘛 那他们认为说没有亲中问题 不好意思啊 你以为在韩国瑜这个台子底下 那些摇着国旗说 人进得来货卖得出去 他们不知道人从哪里来 货要卖到哪里去吗 所有人都清楚很 只是大家都不要讲破 可是民政他们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吗 我认为不见得 我看到的民调显示 在台湾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人 并没有非常非常多 所以在那边摇着旗子 投票给国民党候选人的人 或韩国瑜的人 其实有很多人 他是觉得我不是中国人 那这样陆克尔还会来吗 这一次选举代表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选民希望拉回到以前 马时代的承认九二共识 然后可以继续维持现状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陆网友到的 这个头条或什么上面留言 就说 哎呀 台湾人又要来骗我们的钱了 就是希望透过 就是说维持 其实维持现状是一个骗人的话 他就是希望用中华民国 或是九二共识包装起来 继续赚钱就好 而不谈不涉入政治谈判 可是九二共识到底是什么 结果我们才发现 原来台湾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的关键是什么 就是两岸同属于中 蔡英文如果你不想讲九二共识 要怎么解套 你就讲两岸同属于中 其实就解套了 而我认为国民党必须要往前进 不能再讲说 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 因为九二共识的重点 不在于一中各表 各表是回去你自己表述你自己 那在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 国民党过度的强调各表 结果造成了两个中国 甚至是一中一台的一个问题 而真正九二共识的重点是 两岸同属一中 请大家注意是两岸同属一中 不要再讲什么一中各表 没有一中各表 两岸同属一中 而且更重要的是 要追求国家统一 要追求国家统一 当时我们两边都是这样协议的 这是一个协议 不可以推翻的协议 所以人家不相信台湾人 因为你自己讲的话 做的事都会改